在我们的森林秘境营地 是可以不用排队 吃到我们的自博烧烤 因为自博烧烤就是 要排很久的 对 我们今天就能吃到吗 就能吃到 当然可以啦 大家有兴趣来动手 复刻一下我们的自博烧烤吗 太好了 我们可以自己复刻一下 对的 对的 来来 谁想试一下 我来吧 来来来 好 好可爱 把我们的烤串挂到我们的烤箱里面 它是直接用这个小钩子给它挂起来 这样会烤得更加均匀一点 对的 对的 太棒了 而且里面也已经放了很多了 这样现场的我们的新级用户朋友们 想要吃的挥动一下 你们的小猩猩 告诉我们 我们依据这个人数 一会儿再多放一点好不好 说到烧烤 其实我在家也做过 但是我就感觉不嫩 烤出来不嫩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这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烤箱 都只能调节温度 不能调节湿度 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烤出来的肉 发干发柴 而卡萨蒂新和蒸烤 一体机就有一个FPA的施烤科技 对 它可以在烤汁的过程中呢 守护我们机缘纤维的一个含水量 这样烤出来的肉呢 就会外酥里嫩的 我们森林秘境里面 营地啊 就是东西都不一般 然后我们资博烧烤三件套 就值得我们大家拥有 不不不 你可不只有资博烧烤三件套 是四件套 四件套 还有我们卡萨蒸烤 蒸烤一体机 四件套 都可以把它带回家 那刚才我们把我们的烧烤放进去了 来 我给大家演示一个我们小悠的 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黑科技 来 小悠小悠 在呢 把蒸烤箱设置为被封烤模式 275度10分钟 蒸烤箱已经设置为275度被封烤模式 承认时间为10分钟 因为它呢 内置了我们的百亿语料包 对的 它可以能够智能识别 并且精准地去执行你的命令 美味呢 就是一句话的事 那我们 对 你们看这里的温度一直在变化 而且这里有风都已经打开了 那我们啊 不仅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自博烧烤 我们的卡萨迪银河真相 邀请大家吃鱼了